小味儿调水不长果子 可以多给它煮点这个鱼馅儿汤 新鲜的超棒 取下两边的鱼肉 再取掉鱼排 抬掉鱼皮 背面这个红色的肉 馅味比较重 建议尽量调干净 再切成薄片 切得越薄越好 把里面的鱼尺全部切断 这样吃起来也比较放心 每一杯鱼肉放3克盐 12克鸡蛋筋 一杯饼的葱姜碎 和12克生粉 先用快档 把鱼肉搅碎 再用满档打上劲 差不多一分钟过后 用勺子舀一瓢 翻转来 不得落下来 都算是成功了 全部装到标花袋里面 接一锅冷水 一边鸡 一边用鸭签泡断 想要好唱 都鸡好唱 其实点不点小红心 都无所谓 我只希望你们把视频看完 能把这一道鱼馅儿汤消费 再放点姜色 烧开后 放点猪油 切好的饭却可可 提前准备点裙带菜 只需要一点点 都能泡化出黑大油 它的汗干凉是由来的四倍 非常适合小孩子长果子 一起下锅煮两三分钟 调味儿 放点盐 八火胡椒粉几口 这样煮的裙带菜鱼馅儿汤 汤鲜味味 小孩子特别喜欢 学会了全家都夸的十大厨